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阿尔及利亚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 八百四 贾庆林说 中阿自2004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来 两国各层次交往日益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经贸务实合作日益拓展和深化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愿与阿方继续加强 包括经济社会理事会在内的各领域各层次交流 不断丰富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造福两国人民 贾庆林说 一年多来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地区局势 恢复稳定的外交调节努力 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促进西亚北非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巴拜斯表示 阿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阿中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阿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